据国内媒体4月12日报道 当地时间4月11日晚些时候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印度一个月内购买的俄罗斯能源产品总量 可能还不到欧洲一个下午的量 当被问及印度从俄罗斯购买石油的情况时 苏杰生告诉记者 我注意到你提到了石油购买量 如果你正在考察从俄罗斯购买的能源 我建议你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欧洲 我们确实购买了一些俄罗斯能源 这对我们的能源安全是必要的 但我估测看看这些数据 我们这个月的购买总量 可能比欧洲一个下午的购买量还要少 印媒报道称 在美印两国外长绑长2加2会议结束后 苏杰生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 在讲话中苏杰生表示 印度已经就俄乌局势发表了一些声明 概述了印度在联合国 印度议会和其他场合发表过的立场 简而言之 这些立场表明我们反对这场冲突 我们支持对话和外交 我们主张立即停止暴力 我们准备以任何方式会实现这些目标 做出贡献 报道称 在石油采购问题上 美国白宫也承认 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 不到其全部能源进口量的1%和2% 而从美国进口的这个占比为10% 白宫新闻秘书真 图萨基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 拜登总统是否从莫迪总理那里 得到了不加速或增加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承诺 他回答我会让莫迪总理和印度人来谈这个问题 再说一遍 现在这个时间 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的是1%到2% 从美国进口的是10% 这并不违反任何制裁或类似的规定 这是一次建设性的直接的对话 但我会让他们自己说话 印媒指出 在当天早些时候举行的美印虚拟峰会上 美国总统拜登向印度总理莫迪 传达了美国将帮助印度实现石油进口多元化的信息 并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官员透露 美国总统拜登告诉印度总理莫迪 从俄罗斯购买更多石油不符合印度的利益 可能会妨碍美国对乌克兰战局做出的反应 拜登还告诉莫迪 印度在世界上的地位 不会因为依赖俄罗斯能源而得到提升 此前路透社称 西方对俄罗斯实体实施制裁后 自二月底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印度已经购买了至少1300万桶打折的俄罗斯原油 而去年全年购买的原油约为1600万桶